每年都会赠送首提灯笼给收视户的观天下有线电视 今年特别结合了爱心工艺 只要捐三张发票就能够换取一个灯笼 观天下有线电视也把所有收集而来的发票全部都捐出 21号今天下午观天下有线电视总经理周鸿军 就把收视户所捐出来的所有发票全数都送交给系纸家福中心 希望借此来帮助家福中心的受助而少 活动结束 每一年观天下在这个元宵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准备很多灯笼给我们的住户 那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节日 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回复我们的客户 那今年很特别 既然要送这个灯笼给客户 我们就想到说 那我们何不跟一个慈善团体来合作 于是我们就想到这个基隆家福中心 那我们就捐发票 然后来换灯笼 也引起很大的响应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往后应该也会继续做下去 今年很开心 我们遇到云小姐的活动 然后也很多单位 然后捐赠发票给我们基隆家福中心 然后这一次也很谢谢观天下来响应这个活动 然后也捐了很多发票给我们 也送了一些灯笼给我们孩子 三张发票就能够得到马年小提灯 最重要的还能做爱心 而全部的发票都捐给系纸家福中心 而结果发票 加福也特地颁发了感谢状给观天下 感谢他们对孩子的帮忙与协助 另外现在都在推动电子发票 基隆家福中心也推出了这款爱心码要10圈 捐赠电子发票 只要您在消费的时候 摔下上头的条码 就能够直接将发票捐给基隆家福中心 就我手上有个那个我们的33085 我们的电子发票的那个条码 然后这是我们 这是为了响应那个额宝 儿童保护的一个活动 这个话就可以用在那个 我们比如说你们到便利商店购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请他 刷一下 这个你就跟那个柜台讲说 你要捐赠那个电子发票给家福中心 就刷一下这个条码 然后就可以这个发票呢 就会到我们基隆家福中心里面了 用爱包围受虐儿这款爱心码钥匙圈 在家福中心可以索取捐发票 帮助需要帮助的孩子 介绍惠玲戏举 采访报道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感谢观看